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还最终拿下方辣 此时梁山从原先的108名好汉锐减到36名 其他的大多在战场上战死了 方辣究竟有哪些厉害的人物呢 方辣的厉害人物还真不少 比如方杰 力天润 邓元爵等都是武艺出众的高手 其中庞万春更是抢手中的佼佼者 他光凭一人就除掉了梁山的七名好汉 这七名分别是史晋 石秀 陈达 阳春 李忠 薛永和欧鹏 庞万春是方辣部下的大将 被称为方辣的第一神剑手 在与梁山交战的时候 庞万春负责带兵把守御林关 当时梁山一伙已经攻破了杭州 战事已经进行过半 宋江和卢军一商量 两方各带领军马去攻打穆州 涉州 通过抓究 卢军一选中涉州 于是他带领二十九元大将和三万人马 前去攻打涉州 但是要攻打涉州就得打下御林关 卢军一带领的梁山军队到达御林关 命史晋 石秀等六人带着三千步兵 先行去探侃敌情 众人到达关下居然一个人也没有 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 按说这样的军事重地没有人把守是非常可疑的 于是史晋便召集大家商议 没等梁山好汉商量出个结果 便见庞万春出现在官上的一面旗下 庞万春一出场 也不搭话 向史晋射了一箭 庞万春是个神剑手 这一箭直接把史晋射下了马 其余的好汉立马把史晋救上马 刚想回头逃命的时候方辣军又有了动静 只听得山上有罗声响 临终埋伏的弓箭手便奋力朝梁山好汉们射箭 大家自顾不暇 只能丢下史晋四散奔逃 谁知道没跑多远 又遇到庞万春的部下雷炯和季季 带人在两边山坡上埋伏 等梁山好汉一出现便射箭 最终石秀等五人全部被射死 而这三千步兵只逃出了一百多人 卢俊逸见手下的大将损了不少 十分心痛 并听从诸武的建议 先派石秀去了解此地的地形 石秀打听得分明 有一条小路支通庞万春的债后 卢俊逸利用这条小路 带人突袭了庞万春的迎债 最终攻下了御岭关 雷炯和季季等人被抓 而庞万春却逃走了 之后庞万春退守到西州 等卢俊逸率兵来犯 他便带五千士兵出城迎敌 庞万春与欧鹏斗了几回合 假装败走 欧鹏立马去追 谁知道被庞万春放了冷箭 欧鹏躲过了第一回 但是却躲不过庞万春射来的第二箭 最终落马 庞万春杀了这么多梁山好汉 变得骄傲起来了 他与部下商量 等梁山一伙退三十里下债时 他们再去结债 没想到等他们到了债前 高宇立即觉得不对劲 和庞万春说了 求胜心切的庞万春却不在意 最终被梁山一伙打了埋伏 高宇乱中被杀 庞万春则被汤龙又勾连枪活捉 卢俊逸用庞万春的人头 祭奠了史静等几个兄弟 方辣这个厉害的大将 最终还是栽在了 打铁出身的汤龙手里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